怎么回事 这是梦吗 这个女人是谁 明明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她 她身边的那个人是 刘森 刘森和唐哲西里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 他们在说些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呢 明明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光景 却感觉胸口一紧 总感觉有些怀念 但又非常寂寞 以及非常的温暖 大家好 我是野博 欢迎观看蜘蛛娘系列第17期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有新来的小伙伴 对这只黑肠子蜘蛛娘感兴趣的话 可以从阿卜斯言间传送门 从头看起 视频开头的那一段 是男主昏倒时梦到的 而那个视角应该是蜘蛛娘的视角 至于发生了啥 大家不妨脑补下 说句题外话 本来我打算做个眨眼的效果来开头的 结果没说了一个多小时 奔了好几次 最终还是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就放弃了 对不起是我太惨了 苏醒过来的男主 一脸茫然的看着眼前的蜘蛛娘 不自觉的撩起她的头发 开口说道 我又被你拯救了吗 在7A的森林里 经历了一场大逃杀后 疲惫不甘的少年 靠在少女的吸陣上 此时氛围正好 正让我以为 下一秒要发生什么的时候 蹲着袋旁的叔父 突然开口说道 干嘛要在我这个大叔面前 亲亲和我呢 年轻真好啊 害羞的男主突然作气 看你的反应 比我想象的要精神很多啊 大侄子 顺便一提 救了你的人是我啊 之后男主将自己在森林里 被精子和那个男人 袭击的事告诉了叔父 叔父让男主 放一百个心 袭击你的男人 我已经给他喝下橄榄油了 至于伤成精子的话 已经用笨袋 把他捆起来了 说实在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 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都来不及理解 白色的 会说人话 化成人形的巨型蜘蛛 精神错乱的同事 本来死去的少女 竟然和我的侄子在一起 那个孩子不是人类吧 当主下意识的 马上想跟自己的叔父 解释清楚 当叔父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说道 但有一件事 我还是明白的 那就是 你现在没事 真是太好了 从以前开始 你就一个人承受了太多 作为公职人员的亲属 稍微依赖一下 哇 笨蛋 事到如今 可以肯定的是 那只是你的同胀 对吧 好了 从这里出去之后 要立刻去医院哦 只是此刻 我只想说 小野大夫 我的超人 这种囊主告诉叔父 蜘蛛娘被躺着系里 用墙击中了 叔父表示 其实刚刚有尝试过去 给他爆炸的 你看就像这样子 我一靠近他 他就把我的手拍开 叔父满脸写着 默挨老师 从刚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了 想给他紧急处理一下 但他一直 黏着你死活不杀手 在一旁的蜘蛛娘 慢慢的挪向囊主 抓住他的衣服 一脸委屈的看着他 嗯 这到底是 委屈还是害怕的表情呢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这盘漫画 自从换了画的时候 画风就越来越笨了 很多剧本的画面 都是用以前画师的图来代替的 大家这是个题外话了 回到剧情 囊主用着温柔的语气 对蜘蛛娘说到 别当心 叔父是同伴哦 一旁的叔父吐槽到 大侄子 你终于还是对高中生出手了吗 刚好 最近手头有点紧 要不抓你回去充业绩 男主连忙解释 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 只是让他住在家里 睡同一张床而已 好家伙 这是最佳一等啊 诱拐高中生 并且囚禁在家里 叔父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会乖乖这样的听话的 先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吧 难以愉快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 伤口突然传来了 熟悉的声音 没有那个必要哦 现在就由我来处理到这个怪物吧 两位还是先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吧 若是要妨碍我的话 我也会逐情考虑 把你们都杀掉的 叔父迅速的掏出手将 对准套后开口喊道 不许动 躺着洗礼 而对方不屑的回道 拜托我的操控了吗 明明唠唠实实 被我操控着就好了 你是刑警对吧 你有对人类开过枪吗 哇 曾经也是人类 就算有这些恐怖的力量 没错 书上的全部是手枪 一连懵逼的叔父吐槽到 有没有搞错 老子这些刑警都只有一把 你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枪的啊 就算我再怎么不上场射击 现在也能打中你们了吧 外扬的我和身为刑警的你 让我们来比比谁设的更准吧 躺着一旁的镜子大喊着 等等洗礼 你说你不习惯使用手枪 那不会打到我吗 躺着洗礼思考了后回了句 确实是这样子 在躺着洗礼操控猪狮的瞬间 拿着迅速的将蜘蛛娘搂在怀里 而叔父直接把两个呆瓜 一起推到大叔后面去 一阵枪临当雨过后 商人昂然无恙 舒服快速的思考着 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有意思的是 在这身世存亡的时刻 蜘蛛娘居然还一点幸福的 躺在囊主怀里 现在想想 躺着洗礼出场到现在 似乎都没有杀过任何谎 比如他说他枪法不好这件事 没错 金子一枪都没有被打中 躺着洗礼 慢慢的靠近金子开口说道 你家一枪都没被打中 运气真好啊 金子大喊道 你这个疯女人开什么玩笑 你是想连我一起干掉吗 躺着洗礼 控制这么大量的手枪 消耗了很多能量了呢 所以先吃点东西吧 没错 躺着洗礼一开始会带上金子的原因 就只是把它当成应急食品罢了 吃饱喝足后 躺着洗礼坏消的说道 接下来就进入狩猎时间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可以三连支持一波UP主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